发生这样不幸的事情 我们看到呢 在检讨里头发现 总共有七大疏失 包括为什么让这位遇刺的原警呢 他单枪匹马前往压解通缉犯 而且通缉犯没有进行搜身 也没有上手铐坐在后座 警政署不到24个小时 已经立刻开出了陈储名单 这里面包括了大直派出所 还有中山警分局的主管 统统都要记过陈储 而台北市长郝龙斌他也表示呢 将会依照应公训职的标准 核发将近2000万的附讯金 因为没上手铐流程出了查错 送上原警性命 台北市警局则无旁贷 从原警到市警局的局长 统统要处分 在整个压解这个通缉犯的过程当中 没有说声上铐 以至于发生这个憾事 那当然我们要检讨 也要加强教育 也要追究责任 相关的陈储名摊 包括当时林明执行原警郑明红为 搜身上铐记一个大过 大直派出所所长吕清安记两小过 调整为非主管的职务 副所长陈国龙记过一次 中山警分局长王庆林记过一次 台北市警局长谢秀能 身为市警龙头也要自行处分 相关陈储金台北市长郝龙斌表示 将会以因公殉职标准可发 根据规定远请因公殉职会有1200万元的抚恤金 殉职者双亲建在政府会再给予20年每年39万块的养老费 再加上相葬津贴 辅聚金将近2000万元 因为一个大义的疏忽 不但赔上一条优秀远警的性命 而这2000万也无法抚平丧子之痛 中心新闻黄一群许家瑜台北报道